聽君一直話 主持陳國明 大家好 2024年11月15日星期五的晚上 繼續有國明為大家主持聽君一直話 過了兩個星期很忙碌的日子 早上跟大家做新聞天地 繼續星期一三有晚餐新聞 到星期五就跟大家做聽君一直話 在聽君一直話裡 其實不像之前兩個節目一樣 很硬斑斑地講很多新聞 有多些就知道一些個人 可能你可以理解為一些想法 或者是一些體會在裡面 但事實上都談何容易 尤其今個星期 以至到連續下個星期 其實挑戰都幾大 因為繼續有很多法庭新聞相關的工作 今天必然需要跟大家去解讀一個新聞題目 就是和反恐條例有關的手中檢控案件 當然有可能大家都習慣稱它為屠龍案 這個屠龍案或反恐條例的手案 昨天終於告一段落 就作出一個判判刑 是否完全沒有手尾呢 就不知道 因為最起碼有兩個可能 第一個可能 就是案件裡面 最終經審訊被裁定 罪成的 是有一個被告就是賴振邦 賴振邦其實是可以 就那個判刑和那個定罪 他會提出一個上訴 他可能覺得 通常由於有陪審團 都是涉及到法官引渡陪審團的時候 可能引渡上面有出錯或者有問題 構成一個疑點或者一些法律爭議 但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案件是會有機會 需要去法環重審的 不會直接說 你上訴得直就代表你的罪名是掉了 反過來 由於他都有陪審團的審理 所以脫罪的被告應該不用擔心 因為應該沒有什麼上訴的空間 因為在我們過去普通法的世界 去到高等法院有陪審團 脫罪的被告就是脫罪的 所以這裏第一個可能是 究竟賴鎮幫會不會提出那個上訴 至於認罪被告 由於他是主動認罪的 沒有什麼上訴的空間 但是他們都可以就著那個判刑 會不會過重呢 都提出那個上訴在裡面 所以連同賴鎮幫 總之現在那一批 其實不止七個 因為劉沛瑩 其中一個被告 一早已經去 不是劉沛瑩 是鍾雪瑩 劉沛瑩也是脫罪的 他們都已經被判刑了 第二個可能是 正如李桂華 國安處的警司李桂華所說 控方雖然不能就著他 你脫罪去提出上訴 不過 我可以就著那個判刑 提出一個覆核 我覺得那個官判得過輕 如果是這樣 現在的判刑有機會 還不是一個最終的判刑 所以這個 大家可以繼續留意 這個案件的發展 先跟大家回顧一下 這個案件 案件其實是 2024年4月22日 正式開審 但這個案件在正式開審之前 已經處理了一輪的案中案 所以他正式地進入法庭的 在高等法院的審訊程序 其實是不止在4月那麼遲 其實是去到年頭的時候 不過由於案中案的緣故 案中案處理什麼呢 主要處理被告去爭議 那些證供事發可以呈堂 因為他們可能提出的一些說法 就在庭上其實都見到 我是被恐嚇 或者被威逼利誘之下 作出的一些招認來的 在案中案裡面 法官就先要處理 可能有被告有機會作供的 說了那個事情 然後法官最後都要做了一個決定 就是我究竟是否批准這些證供程序 為什麼要處理這件事 因為那個案件最後是有陪審團的 所以究竟被陪審團去閱讀 接收什麼證據 固然是一個非常關鍵的環節 所以如果那些證據 是被威逼利誘之下 非自願去作出的招認 如果裁定了 因為這樣不可以呈堂 其實陪審團 連這部份也接收不到 不知道 固然對於辯方來說 對他們辯護的方向 或者辯護的策略 一定是大有幫助的 所以辯方當然會爭議 有些什麼可以放在法庭上 但是反過來 你說 是不是放在法庭上 一定就代表不利 如果你看整個屠龍案 或者反恐條例的手案 如果從結果來看 從結果去推論 或者去呈現 你當然是說可以 不是啊 沒有不利 就是因為那些證據都呈堂 於是那些警察要上庭 於是讓陪審團 因為這樣不信任 控方的版本 他不放這些東西出來 令陪審團覺得很難相信 我才因為這樣不信 因為這樣不信 我才裁定他們 是 從結果去看 可以這樣看 再回去 如果一開始的時候 某些證據 已經不能夠被呈現的話 其實要爭論的東西 可能更少 對不對 所以這個案件是有 這部分的環節 是在整個案件的審訊裡面 去出現的 另外也都知道 當中牽涉到 包括警方 是想豁取的 一些手機訊息是否完整 判詞之後就解釋 因為就著那個案中案 不是收藏不讓人知道 後來又頒播一些判詞 說相關數碼證據可以呈現 程堂的原因 是他可不可靠 就不應該法官自己決定 因為在案中案裡 沒有陪審團 法官最後決定 某些訊息是否可靠 那我就照程堂 交給陪審團去考慮 所以有這些環節 4月22日正式的開審 七個被果不認罪 前後其實總共是經歷了 82到83日的審訊日子 為何有這個數字上的落差 是這樣的 因為去到第80日 法官就開始引導陪審團 81日的時候 陪審團就開始退庭商議 不過經過了一天的時間 最終尾 但去到第83日 才是OK 7個人裏面有6個被裁定無罪 反過來 其他人是甚麼狀況 其實開審之前 有些事情大家已經知道了 就是 其實全案涉及13個人 6個人一早已經承認控罪 包括承認法公條例下的串謀 犯對定名標的之霸宅 法例的字眼是這樣的 以及意圖危害生命而管有槍械及彈藥 或者是串謀提供或籌集財產 以作出恐怖主義的行為 甚至串謀謀殺 意圖危惡生命而管有槍械及彈藥 施用槍械及彈藥 意圖抗拒或阻止合法逮捕 以及協助和教唆製作白雜品 無牌管有槍械彈藥 串謀無牌管有槍械彈藥 以及處謀導致相當危險生命和對財產造成嚴重傷害的爆炸 他們有6個人分別承認了這些控罪 之後就有7個人反應控罪受審 結果有6個人無罪 唯一一個就是乃震邦 就是處謀導致相當危害生命或對財產造成嚴重傷害的爆炸 那條罪就罪成 而記住它是一條交替控罪 本身乃震邦被控告在反恐條例之下 原本的控罪是沒有罪成到的 不過裁審團認為交替控罪成立 稍後會解釋為何有這部份 好了 好了 昨天主要是判刑 被視為主謀的吳志雄 庭上好像說過他的花名叫熊仔 被判囚23年10個月 他是判得最重的 第二重就是做了控罪證人的 自稱屠龍小隊隊長王真卡 判十三年六個月 如果不是因為他做控罪證人 獲得百分之五十的減刑 其實他的判刑也不輕 是很害怕的 那個量刑起點是高的 另外我以為會判得比較重的 這個蘇惟軒 他又不是實質上判得很重 不過由於他也是因為有50%減刑 他只是被判入獄十二年 你有50%減刑 其實本身的量刑起點都接近二至頭 接著有另外兩個都判十年和十年十個月 有一個判九年 最後剩下一個判五年十個月 雖然判五年十個月 不過他其實都差不多可以放 好像消息指 他坐多一個月左右 就應該可以獲釋 這裏要帶出 插開一點說話 大部份的被告 在涉案的裏面 基本上都被還押了接近五年的時間 案件是2019年10月8日 在說案發的日子 他們被拘捕的日子 他們本身有一個殺警計劃 就是引爆炸彈 然後呢 在引爆炸彈的前夕 計劃出現的前夕 他們被警方及時去逮捕 阻止坐牆 警方描述恐怖 恐襲級的八宅事件 所以我如果沒有記錯 他們基本上一直是大部份人 不是所有人 一直被還押 有些就放過之後再拉過 所以 無論他們有沒有罪 本身已經坐了四年多 甚至接近五年的監禁 這四年多五年的監禁 如果他們現在要被判刑 其實是 這些還要是會扣的 如果我當作坐了五年 坐了五年的話 如果有行為良好 等於是七年半的監禁 所以如果要坐九年或十年 例如坐十年 實際上最終要坐六年多 有行為良好 所以如果坐了五年 坐了一年多 等於已經復刑了十年 甚至乎判刑是十二年的 十二年的 你除了三成二 只要坐八年 如果你已經坐了四年 就知道你還有大概四年 或者不夠四年的監禁 就在裡面了 不過不過 正如我今早在新聞資料 和老總都特別要提 就是雖然那個案件 不是用國安法去控告 但是只要國安委 或者只要懲教 他們認為相關的這個案件 是涉及國安元素的 又或者那幾個被告 如果提早獲釋是會危害國安的 這樣的話 就沒有了 那麼多年就要坐到那麼多年了 所以主控 吳志雄現在就二十八歲 判監就二十三年十個月 雖然他已經坐好幾年 但是呢 埋單計數 如果要坐盡了 可能要坐到二十年監禁 出來就接近五十歲的一個年多 應該還未夠的 至於這個王振強就好些 現在二年二十六歲 被判十三年多的監禁 幸好 因為已經有靠近幾年 已經一直被還押 所以 多多八年左右 出來後 還是三十歲中的時候 那 這裏反映了兩件事 第一 其實原來已經過了這麼多年了 就算現在案件說上告號 由拉人拘捕還押開始 其實已經過了好幾年的時間 一個這樣的案件 原來才可以畫上句號 這一種這麼長的時間 的過程呢 必然會令人有些感受的 無論是被拘捕的 被拘捕的 或者是他們的家人 甚至乎他們的當事人 甚至乎他們的當事人 那好了 我進入去那個案件的 一些的元素裏面 我處理這個案件 就由這個法官張惠寧去處理 平心而論 根據我自己的同事 做法庭新聞的行家等等 坦白說 張惠寧法官的評價是好的 他不是一個不講道理 甚至乎他 總之他是好的 如果那個被告遇上 張惠寧法官的審訊 負責對那個案件的話 通常就 起碼會覺得 嘩你撿到了 這樣 但是 撿到還撿到 就不代表 他會放鬆手 因為其實放鬆手 也沒有意思 就正如李歸華 他就說 他就覆核你的刑期 判得你輕的話 你覆核完之後 就又再判重 所以 鬆手是沒有意思的 但是 但是這樣說 可能有些朋友 看完昨天的判刑 對於 法官說 這個主謀吳志雄 為了滿足政治目的 意圖濫殺警員 顛覆政府 惡毒心腸 令人詐蝕 接著也提到 涉案計劃很周長 猶如向社會宣戰 必須嚴懲 非不物所能夠描述 惡毒之處 還未能用不物形容等等 有這些說詞 亦聽上去 未必每個人都很喜歡 還未算是我們的李桂華警司 甚至乎 再加多幾句 說到 瞄著政權作出顛覆行為 又像病毒 囤火的分公仔細 深藏擡毒 以及喪心病狂 這樣說 正正因為 其實 涉案的有部分的被告 本身有個協約,就是不要搞出人命,不會殺人 由於有這個Agreement,一個基礎共識 才構成有部份被控告的被告,經過陪審團的審訊下 就認為他們並不涉及串謀的行為 所以就不是其中一個串謀的一份子 你控告他們的罪名,因此就不成立 所以說被告團火分工仔細,心床抵毒和喪心病狂 我希望李桂華總警司記得案件都涉及這個元素 就是因為這些喪心病狂、心床抵毒的人 他們不想殺人,不想令人命傷亡 起碼不會有人死 所以才令他們因為這樣,就不是全部都聚醒 很微妙的,你覺得他們十我不赦地描述到,心床抵毒、喪心病狂 但是正正是因為他們,似乎不是真的這樣 最後就構成了串謀裡的一個合理疑點 這個是有點諷刺的 至於另外一件事,法官也說到 為何說這個主謀惡毒心腸令人炸舌 其中說,因為他不單是親手配製炸彈 還意圖濫殺警員這副政府 在炸彈裡面加入了鐵釘惡毒的心床 所以才令人炸事 不過呢 我記得庭審裡面提到那些炸彈的威力 由於夏娜鎮邦被裁定相關的罪名不成立 所以炸彈威力不可以作為在他身上量刑的基礎 法官說的,在那份前 不過其他人認罪就不同了 但是炸彈威力有多大呢 根據庭上所說 是方圓幾百米的 亦都出現過不同的背景的直徑 或者半徑四百米 一百米 因為有兩個炸彈大小的炸彈 如果在灣仔地鐵站對出 軒尼斯道位擺放 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地理環境 我記得過去的節目也有提過 如果半徑是四百米的一個炸彈 那它的範圍幾乎去到銅鑼灣和接近金鐘 因為中間八百米,半徑四百米 而且控方的專家證人 那些軍火專家 就在庭上說到 這個範圍裡的人都會有機會死 究竟一個什麼炸彈 是可以令到 即是你在灣仔放 在銅鑼灣都會被炸死 如果這件事發生在加沙 或者是烏克蘭 現在是俄羅斯 我理解 一支導彈飛過來 但也看到一支炸彈 如果炸到一個這麼大範圍的東西 我想那支就是一支 洲際導彈來的 不過現在只是一個土製炸彈 那個土製炸彈的威力也很大 炸彈的威力是有的 不過它不像波士頓馬克松岸 用壓力鍋蓋著那些 你可以想像它加入了鐵釘彈 要令到一些有重量的鐵釘彈出來 造成爆炸力 你當然要吵著那些力 捕至最盡爆出來 不過炸彈的構造不是這樣的 炸彈是放在背包裡 而且它不是一些 爆炸力超強大的炸藥來的 所以 不過它是專家 我不是 不過我有常識的 是否真的這麼厲害呢 起碼有專家在庭上說 其中一個引爆器 未必有效的 其實是很柔柔的 這種柔柔的炸彈 結果是甚麼 結果換來 23年10個月的監禁 第一節說到這裡 一會兒看看案件裡面 還有沒有要補充 如果不是 我想起一個人物 以及一個歌舞劇 就是南非的曼德拉 以及這個法國的小說 《孤星雷》 為甚麼會想起這件事呢 一會兒再說 《孤星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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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孤星雷》